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据了上次的那个课题以后呢 我想就是有应一些朋友的要求呢 是说看是不是我可以在 在这个星期呢 也给第二讲了 ok 好那其实在 这次的疫情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看不知不觉很快的 我们已经到了 第几周了 第三周了 那第三周里面 我不晓得大家过得好不好 那基本上呢 我呢 也过得非常充实 非常非常的充实 就是除了一般上 还有的工作以外呢 也成为了一个 我觉得就是全职的厨娘吧 如果大家有在FB上面看到的我的话呢 我迫了蛮多关于一些 在做的一些美食啦 等等的这个部分 也算是 让自己有一些时间吧 可以跟更多的这个家人 和相处的这个时间 好 那上个星期呢 我们大致上呢 有谈到了几个重要的课题 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谈到了 关于这个免疫系统 对不对 关于免疫力 那免疫力呢 这个尤其在这个疫情的 这个抗疫情的这个当中的话 免疫系统的免疫力呢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大家一些 关于你怎么去提升你自己的荷尔蒙 那装备好你自己的免疫系统的一些方法 那除了以外呢 我们也谈了一些关于抗压的一些方式 那特别呢 我们就有 特别呢就是有分享了一个呢 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了解的一种 一种这个抗压的方式 那就是滋养好我们自己的肾上线 OK 所以上个星期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已经有谈过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金三角 当我们今天要维持好一个健康的 这个三大支柱的时候呢 这三个系统呢 是呃必须是大家必须要做好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必须要做好一个协调工作的 协调的这个工作 那在这个协调的部分的话呢 那到底谁比较重要 其实都没有谁比较重要 三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今天呢 我要带出的另外一个的概念呢 是关于治愈力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想对于免疫力的话呢 一般上呢 我们可能也比较熟悉 可是治愈力呢 这一个词呢 听过的人可能不多 那实际上呢 它比我们的免疫力更厉害 因为为什么呢 免疫力呢 大家如果看这个图表里面有看到的话 免疫力呢 只是我们在治愈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OK 那究竟这个免疫力 这个所谓的治愈力呢 包含了哪一些的这一些的这个能力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以现代医学的研究的表示呢 表明了人体具有以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 就是刚才我家三大系统呢 所组成的一个系统 我们叫做什么 治愈系统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包含了这个所谓的一个防疫系统呢 应急系统跟修复再生系统 所以如果当这个所谓的这些系统呢 发生了一些协调性 功能性的障碍的时候呢 外来的一些因素破坏 这个治愈系统呢 它马上哦 就会开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产生了一种呢 呃 我们所称为的内在的生命力 就是叫治愈力 来修复身体里面所损伤呢 然后改善了很多一些所谓的疾病的这个产生 那如果今天我们看 如果今天我们来来形容一下 治愈力到底在我们身体里面扮演的觉是什么 其实治愈力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这个医生 那意思是指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一个神医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治愈力 我们自己的治愈力 那这个神医呢 这个神医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呃 这个叫什么 那个 呃 工作呢 就是它会 刚才你讲的嘛 它会帮我们再去做一个什么 治愈嘛 修复的这个动作 那 如果说各位你看一下 我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当我们今天呢 有割伤的时候 因为割伤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呢 OK 如果你查了一些所谓医生 可能最多就是给你一些伤口的 消炎过后 可是那个那个剩下的要靠谁靠我们自己的治愈力 那三风感冒也是一样 即便你没有吃药 五天到七天过后的话呢 自然而然的 只要你多休息和多一点点甩 你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治愈力被启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三风感冒呢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 就会好 OK 这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治愈力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正的要照顾好我们的人体的健康的话呢 除了免疫力以外呢 治愈力的启动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关键 那这里给各位来看另外一个报导 那这报导呢 是在关于这个 德国 有个杂志 就是他刊登了一个关于治愈力的这一个研究 他们研究什么呢 只要注意调养好我们自己 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的话呢 60到70%的疾病呢都能够治愈 OK 来重点来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呢 在那个右上角 右右边的部分呢 有谈到一个30多种的技术呢 技术就是我们所谈的荷蒙啊 他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治愈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呢 因为呢 有隐藏着一个呢 非常大的药谱 那其中一个就是包含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技术 那这些技术的药谱的药材 那他就会呢 做一些排列组合呢 可以配出呢 30多种的这个药方出来 所以这一个的药谱 这个所谓的这个药谱呢 的大 大小 OK 里面的这一个所谓的药方多少来讲的话呢 关乎到一样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荷尔蒙了 OK 我们的荷尔蒙了 所以如果说今天 当我们真的是生病的时候呢 那这个治愈系统 刚才我谈的这个医生 对不对 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敏感的捕捉到我们人体里面的 某一些的信号呢 马上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去做一个调整的功能 他开始会调动 调动刚才我讲的这个药谱里面的这种 调动药谱中的各种的技术呢 去进行什么呢 配药跟用药来达到一些治疗的目的 OK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荷尔蒙 多么重要 所以如果今天讲的这个治愈系统呢 启动的关键呢 是有来于什么 我们荷尔蒙 是否可以正常发挥功能 OK 谈到这里大概 大家能够跟得上吗 都OK吗 可以哈 那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就再继续往下 往下去 再继续我们的这个课题 那这里我要带出的一个就是 免疫力重要吗 很重要 神经系统重要吗 非常重要 那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系统 内分别系统重要吗 更加重要 因为它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怎么样 这个大药库啊 所以如果今天呢 有了这个所谓的 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医生 可是医生呢 他判出了有这个所谓的各种的病出来 可是他没有办法在药库里面 去配这个药出来的时候呢 那这个治愈力呢 也没有办法的完整的被启动到 所以这个概念各位要有哈 好 来我们再继续看 那荷尔蒙到底它是什么 那荷尔蒙呢 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 荷尔蒙呢 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呢 可以启动我们细胞 发挥这些以下功能的重要的一个 一把钥匙 它会协助我们做几样东西 一个就是硬做 修复 免疫 跟再生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们人体呢 吃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 也包含了吸进了我们所要的一些氧气 那可是这一个呢 如果这新陈代谢的这个锁 没有被打开的话呢 细胞呢 是无法有效吸收的 所以荷尔蒙就是这把重要的钥匙了 所以基本上荷尔蒙 刚才已经谈到了 它就是所谓的一个叫技术的东西嘛 那就是刺激我们细胞呢 去跟这个细胞跟器官呢 去运作 然后呢 它也是我们细胞的形成代谢 能量跟免疫的催化剂 那荷尔蒙是在哪里产生的 上个星期我大致上也给各位看到一个 嗯 图档嘛 各位也看到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身体有八大腺体 分泌各种不同的荷尔蒙 OK 那今天我不会再谈那个那个八大腺体 可是这里我要带出大家给大家一个 有一个观念呢 就是荷尔蒙呢 其实它是影响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重要的怎么样 阶段 OK 大家你可以看得到的话呢 它从我们胎儿到这个所谓的老年期 每一个阶段呢 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荷尔蒙呢 影响我们不同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荷尔蒙它到底多重要 从它的这一个呃 意识含义里面呢 各位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多么有多大的力量powerful的东西 你看到哈 荷尔蒙其实它原意于这个希腊文叫Horman 那Horman的话意思就是激活 推动力跟启动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启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生命力的一个怎么样 元素 OK 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呢都离不开了荷尔蒙 OK 所以荷尔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好 再来看 如果今天荷尔蒙各位应该有听到荷尔蒙一旦失衡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症状会产生 对不对 你会发现到呢自己身体呢就有一些不舒服 然后呢有时候甚至你去看医生 医生都无法正式的给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就是你就是感觉一些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荷尔蒙呢 失衡的话呢会让我们的健康是怎么样 是亮红灯的 那荷尔蒙平衡的时候呢 就是让我们有这个green light 就是go 当你go的时候呢 看回刚才我们谈到的嘛 荷尔蒙它就是提供我们怎么样 生命力啊 所以当你荷尔蒙是平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你绝对有非常非常大的什么 energy 能量 就包含了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活力 我们的内力 当然还有另外那实力非常多 OK 那所以荷尔蒙的平衡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可是关键来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发现到呢 我们都面对到了一些荷尔蒙失调的一些的状况 那在这里我们先搞清楚一些 看一下一个思维好不好 那这里在各位在这荧幕上面有看到 这张图表对不对 这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荷尔蒙失调 OK 那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这一个答案 一个就是因为变老 所以荷尔蒙失调 那二呢就是因为荷尔蒙失调 所以变老 那各位花一点的时间一下 现在线上的朋友们 跟家人们呢 如果是你的话呢 你会选择的答案是一呢还是二 那请把你的答案呢 写在我们这个留言 留言板上面 我会看一下 OK 好 来给大家一些时间 来你看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荷尔蒙会导致我们失调 到底是什么因素 什么原因造成的 OK 大部分人都是选二 好 看到以前是一跟二 好 好 来 好 我想各位 一跟二呢 其实都存在 OK 因为其实呢 我们当我们人呢 呃 变老的时候 就是代表是说 当我们的年龄越大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荷尔蒙失调呢 是会比较严重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们年纪变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一样东西 我们的荷尔蒙的指数呢 是会往下跌的 待会给 待会我会给各位看一下 可是也有人就 反问回来说 不对啊 我现在发现到 我还没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呢 可是却已经有很多 开始出现了很多 荷尔蒙的失调的症状 所以有些人呃会选什么 二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原因呢 是造成我们这个荷尔蒙失调呢 会就是变老 会造成荷尔蒙失调 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的年龄 所以在图表里面 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荷尔蒙指数 是会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啊 各位看到吗 它的荷尔蒙指数 是会越来越少的 除了有一样 上个星期 我有谈到的 一个叫什么 死亡荷尔蒙的 各位还有印象吗 那就是所谓的可体松 它会随着我们的压力 不是你的年龄的关系 会随着我们的压力呢 这个所谓的可体松的分泌的指数 可能有机会是越来越高的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你会发现到 我们很多的这些 女性的荷尔蒙 黄体素 VHEA生长激素 血清素 褪黑激素 等等这些荷尔蒙 都会随着什么 随着我们的年龄 越大 荷尔蒙的分泌是越来越少的 那高峰期的时候 就是我们18岁到25岁的时候 是我们荷尔蒙分泌最高峰的时候 各位不知道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 现在你们已经是来到 这个所谓的最佳保养期 还是特别关注期 还是所谓的危险期 我本身已经在危险期了 我在危险期了 你会发现到 在你的高峰期的时候 18岁到25岁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到 我们任何 刚才我谈的体力也好 活力也好 魅力也好 等等的话 都是在最佳状态的 你的皮肤是最有弹性的 咚咚咚一下 你看那个 有些人讲什么 就会有 有嫩嫩的水 嫩嫩的 那个身材的起见也是最好的 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 可是在我们怎么样 25岁过后 人的荷尔蒙就开始怎么样 往下跌 也代表了什么 老化的开始了 那每10年的话 我们就会以一个15% 15%的往下滑 所以你看 在来到我们所谓的 将近危险期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男性女性 会面对到所谓的更年期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很多荷尔蒙的指数 已经不见到一半去了 所以当时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会出现非常非常多 非常困扰的一些妇科问题 一些所谓的更年期症候群的问题 就在那个时候是产生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刚才有谈到第二点 除了我们的年龄 会让我们的荷尔蒙失调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 会造成我们荷尔蒙失调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环境荷尔蒙 那环境荷尔蒙的话 到底存在哪里 我想这个课题 应该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会知道 就是我们生活中 吃喝呼吸都有毒 OK 在这个slide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的话 有哪一样是 各位没有接触到的 我自己都不敢说 提手说我没有接触到 因为呢 这些呢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 那目前 经过FDA那边的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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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种以上 OK 这个环境荷尔蒙呢 是每一天 都是我们会接触到呢 在破坏 我们自己本身的荷尔蒙机制的 那什么叫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就是假性荷尔蒙 它是有类似我们人体里面 一种荷尔蒙 假的荷尔蒙 所以当你过量的摄取 这些假性荷尔蒙 进到你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的荷尔蒙的机制呢 就会被打乱 就会失衡 OK 那这个呢 很多情况之下 就会产生有一种 特别的专有名次 我不知道各位没有听过的 就叫做什么呢 Extrogen Dominance 就叫做磁技术占优势 所以当我们今天 磁技术占优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女生呢 特别早来月经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 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女孩子 小女孩 就是 不是中学的时候 才来月经 七岁八岁就来月经 像我最早一个案例呢 就是七岁就来月经了 那这些都是环境荷尔蒙所影响到的 那我们也有发现到 现在长流的女性朋友呢 也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年轻化 而不是说长流 只是在发生在四十岁五十岁哦 现在长流的朋友呢 是可以去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都非常的多 那我最早的一个 我又有一个案例呢 最年轻的这个案例是十二岁 就卵巢长流了 OK 这些都是我们的环境荷尔蒙所引起的 OK 所以环境荷尔蒙 时时刻刻呢 都让我们的身体里面 本来也有的荷尔蒙 会怎么样 会叛变 那各位也是一样 各位去减食一下 现在这个抗疫期间的时候呢 各位 你们是我们是吃的比较健康呢 还是呢 我们都在乱吃乱喝 那压力本来就是会造成 我们荷尔蒙的一个失衡 那可是如果今天在这个抗疫期间的当中 我选择很多又是一些 这个所谓的添加食品的啦 然后呢 所谓的一些 吃了非常多的泡面啦 然后就是非常多的这种防腐剂啦 症胃剂这些的话呢 小心一下这些都会是造成我们 荷尔蒙失衡的这个因素之一 那除了年龄增少环境荷尔蒙 这个环境荷尔蒙以外呢 还有什么的这个因素呢 会让我们荷尔蒙叛变的 各位来看一下 那就是气血能量不足 好 气虚气血能量不足 所以你去看一下 去摸一摸自己的手脚冰冷 尤其手脚冰冷的女性是要特别注意 荷尔蒙失调是特别容易找上你的 OK 好 再来看 经常熬夜的 然后尤其抗疫期间 因为追剧 然后熬夜了 那这个荷尔蒙的这个分泌的指数 可能也会被打乱 OK 品质不大 刚才有谈到了 还有呢缺乏运动和过度运动 一样会让我们荷尔蒙失调 太瘦或太胖 过度减肥 滥用药物 即堕胎手术 这些都会是让我们荷尔蒙失调的 还有上个星期 我一直有在强调的 关于什么 情绪跟压力 那我不是有谈到吗 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压力呢 产生的时候的20分钟的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可体松荷尔蒙 压力荷尔蒙 就会分泌了 所以最好呢 抗压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直接 直接去到我们的源头 就滋养好我们的身上线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抗压的一个选择 好那还有身上线疲劳 还有一个呢各位缺乏爱哦 缺乏爱呢也会让我们呢 呃 严重荷尔蒙失调的 所以八五四 上个星期所讲的这个八五四 OK 各位 这八五四里面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四 还记得是什么吗 好要给一个多一点点的 爱的拥抱 爱的抱抱 至少四次哈 所以缺乏爱也是会让我们 有荷尔蒙失调用一早上的 OK 好 那你的荷尔蒙变了吗 我不想各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这个表情 这个是很严重的啦 真的非常非常严重 那呃 如果今天 我们的荷尔蒙叛变了 OK 我们今天 刚才所谈的一些呢 所谓的因素呢 我们有去让 就是一些生活作息啦 有让我们的荷尔蒙呢 开始失衡了 那当然我们要找出一些 提早知道 提早找出一些方式 了解到的话呢 其实对我们 都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这里呢 我一样有给各位一个 这个可以自我检测一下 我们的荷尔蒙水平 是否在下降了 OK 来 这边有12个警号 那这12个警号里面 各位你们看一下 1到12 是目前 你有出现过的这个警号或症状吗 看一看下 来 筋铜头头痛 皮肤会出现一些状况 疲劳 情绪波动 消化不良 十天的欲望大声 就是你发现到 干嘛最近我特别爱吃甜的东西 小心 OK 失眠 焦虑 出现脑雾情况 什么叫脑雾 脑雾就是 有时候你会容易忘东忘西 举个例子 可能就去到了那个停车场 好 parking好了 来 离开的时候呢 突然间又会想要到回去看一下那个车有没有关 这个就是脑雾的见像了 OK 然后水肿变胖 然后体重会突然间下降 然后脱发 那这12个警号里面呢 如果今天你有出现三个以上 如果有三个以上呢 我们就要自己特别的额外的小心 因为他已经给你一个叫什么 Alarm了 就是一个警号了 他还没有到所谓的疾病 荷尔蒙失调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症状的产生 OK 那如果之前症状 我们没有去处理 我们已经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呢 继续 继续的这个 呃 变化 继续的让他这个 失衡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危机出现了 那这些危机呢 就会是发现到呢 你开始发现到 诶 你的男性魅力 魅力 指甲 女人魅力 没了 那性益呢 会减退 然后呢 这个性功能呢 会产生一些障碍 然后心脑血管的系统呢 会有发生到一些动脉硬化 高血压 心脏病的这个激励会增加 骨质疏症症 然后呢 罹患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高 那免疫功能肯定会下降 OK 然后皮肤呢 会松弛 脸部呢 皱褶衰老 一步步逼近 还有就是在心理层面 跟这个神经层面的话呢 会有些人会有抑郁 有些人会有躁郁症 然后记忆力呢 开始下降了 然后甚至得到老年痴呆呢 这个病率呢 也会增加 那这些都是会在荷尔蒙失调 带给我们男女 同样这不是发生在女人身上 各位 这个是呢 男性女性都同样会面对的 那来 这个呢 是 我大概这样做了一个整理了一下 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从症状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呢 在我们的身心 就是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心 我们的mind body and mind 上面呢 都会出现这种的症状 会出现 非常多 那在刚才有谈到的 在sexual方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域上面呢 也会有呢 这些人的症状会出现 ok 所以这些症状多不多 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包含了体臭 看到吗 指甲脆弱 牙龈问题 当然这个桃红 刀汗啦 心剂啦 液晶上这个布条等等 这一些呢 都是有跟我们的荷尔蒙系统 内分泌系统的这个失衡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症状呢 非常多 那单一我们去看 更年期的症状就好 如果更年期的症状呢 目前呢 我之前得到的那个资讯呢 就是我们学的这个荷尔蒙学理念的时候呢 教授有告诉我们说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看到的更年期的话 那个症状呢 可以到有50多种不同的症状 有可能都会出现 OK 如果今天我们在更年期的那个时段的时候 荷尔蒙是失衡的话 OK 好我们再来看 对于女人来讲的话呢 我们比男人失调的问题 其实是更严重的 呃 这边你看到会 女孩子的话呢 会有月经不调的问题 痛经 壁经 那月经不规律 所以变成有时候呢 你会早 有时会晚 然后包含了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月经的那个量 它变多变少 然后有一些呢 是会不来月经 然后有一些呢 是月经一直来 怎么样 来不平 那这些呢 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 特别是女性荷尔蒙 是非常大关系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会得到多男性卵巢 子宫肌瘤等问题 OK 这个也是跟hormone有关系 跟年期综合症 就是刚刚我谈到的 还有流产 不孕 OK 性冷淡 夫妻生活上面的不协调 包含了阴道干涉 性交疼痛 刚刚讲的性欲减退 这些都是女性会面对的一些 目前蛮多人会有遇到的这些症状 这个是针对女性的 那研究也显示呢 大约30%到40%的癌症呢 是跟荷尔蒙有关的 鲁鲁癌 子宫内膜癌 卵巢癌 社护腺癌 等 那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癌症它不会是突然间病变的 它一定是有一些症状 然后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刚才谈到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 我们的治愈系统呢 都完全的失衡的时候呢 癌症呢 确实是比较容易找上我们的 OK 女孩子 刚才我说的女人 有时候 女人很伟大 我们 因为要怎么样 有来越近 对啊 有来越近 然后我们 我们会有这个生产的过程 所以 女性的荷尔蒙的波动呢 比男性来的幅度大 OK 所以调查显示呢 每五位女性当中 就有三人是荷尔蒙失调的 OK 那这个课题 关于女性荷尔蒙的这个课题呢 我今天无法在这里呢 这么详细的跟各位谈 那因为对女人来讲的话呢 荷尔蒙是我们的好朋友 她也是我们的伴侣 OK 因为女人跟荷尔蒙呢 就我们讲的 我们相遇在青春期 告别一个年期 她相伴我们 至少成长了40年 至少40年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她 我们很难是奢求 我们可以健康美丽 神儿育女神 是充满这个活力 所以我一直认为 身为女性的我们 一定要了解女性荷尔蒙 才能掌握一生的性质 OK 这里先做一个公告跟预告 给各位知道一下 下个星期 我会特别开讲这个课题 那这个课题呢 会专门针对女性荷尔蒙来谈 那这个呢 就会专注在两种女性的荷尔蒙 一个就是我们所谈的 叫做磁基素 一个呢就是黄体素 那我会给各位呢 更清楚的明白 这两种荷尔蒙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何硬做的 OK 那这两种荷尔蒙不是我们单单想的 那样只是从卵巢分泌 那为什么它跟我们的下四球 脑下垂体是有关联的 我会讲一个整体的这个概念 给各位知道 OK 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如果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所谓的青春期 熟年期 熟女期 跟所谓的最后来到所谓的更年期的时候呢 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有哪一些的荷尔蒙呢 是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身为女性 OK 然后包含的更年期呢 那我们有包含了一个更年期 有所谓的更年期跟竞争年期 它的差别在哪里 OK 包含了还有一些月经上面 一些子宫卵巢 这个所谓的长流等等的问题呢 我都会把它留在下一个星期 给各位呢更加详细的来谈论这个课题 那下个星期呢 就是3月14号 一样是同样的时间 8点半的时间 下个星期二 那可能在线的男性朋友 可能会很好奇的问 那我们适合听吗 那你们觉得呢 当然适合啊 因为为什么呢 哎 你们有太太啊 有老婆啊 然后还有呢 女友啊 可能还有媳妇啊 对不对 那你多了解一下女性的荷尔蒙世界来讲的话呢 我相信呢 这样子的话呢 让我们整体呢 男性和女性的这个荷尔蒙的世界呢 就会更怎么样 更幸福了啦 所以男性和朋友一样呢 请也要一起准时来收听好不好 这个课题 OK 好 来 我们现在继续玩看 好了 谈到这里的话呢 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 会有一个影像出现 其实美学老师 刚才你讲的症状 我都知道 我都有 那我该怎么办 我荷尔蒙失调了 该怎么办 好 这边呢 我会花一点的时间 跟各位探讨一下 在市场上 到底有哪 哪一些的荷尔蒙疗法 是可以跟我们选择 让我们去处理我们刚才在谈的荷尔蒙失调的这些症状的 那这里各位看一下 在这个呢 是整个的荷尔蒙疗法的发展史当中 我们从1980年到近期 你会发现整个演变里面呢 会从呢 人的接受度 就是我们讲 我们从这个思维意识上的改变呢 会从吃药的方式呢 慢慢去接受所谓的自然疗法了 OK 那在早期的话呢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人工荷尘荷尔蒙 就是吃荷尔蒙药物的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用动物性的荷尔蒙的哈 就是台版树 不管羊胎树也好 牛胎树 鹿胎树等等的也好 都属于动物性荷尔蒙 那后期我们会有植物性荷尔蒙 就是补充一些呢 含有植物性的 所谓的一黄酮 然后所谓的一些雌激素的植物性的 这一个补充疗法 OK 那这些呢 都会把它 你看到我把它列为 都是属于补充荷尔蒙疗法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一些的疗法呢 都是必须你自己要知道 你身体缺了什么荷尔蒙 而给予补充的 所以这些呢 所谓的补充是荷尔蒙疗法呢 我不建议各位呢 擅自没有在做任何的检测 就是荷尔蒙厌血的检测之下呢 随意的随性的就是去补充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荷尔蒙的过多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荷尔蒙必须是要采取什么 平衡才会让我们健康 所以当如果今天我们的荷尔蒙是太多的话呢 它会造成很多严重的问题会开始产生的 所以很多人在没有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因为人工荷尔蒙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自己拿到的 因为那是经过医生 必须是医生给你的药物你才能够吃到的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擅自的去 摄取了动物性跟植物性荷尔蒙 这个的话呢 你都要头外的小心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身体里面到底去了什么荷尔蒙 那这个荷尔蒙的指数呢 到底是属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个是有它一个风险性的 那往后看的话呢 我们有看到一个所谓的自然荷尔蒙疗法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叫做自体荷尔蒙疗法 那自体荷尔蒙疗法的意思呢 它就是由我们自己身体里面自己去产生的荷尔蒙 所以这种自体荷尔蒙疗法的采取呢 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的荷尔蒙 到底是属在什么阶段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它是依据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自然身体去产生的 替活起来的一种荷尔蒙疗法 OK 所以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从这个图表里面很明显的 我做了一些比较 那比较是在于它的来源 在它的转化 在它的效用性跟它的安全性 这里呢 你都会看到自己荷尔蒙疗法呢 都远远超过了刚才我们谈到的东西 植物性的神智荷尔蒙的这个部分 OK 那至于讲荷尔蒙的 所谓的那个 医生给予的荷尔蒙疗法的话 除非你是在于真的非常严重的状况之下的话 你可能需要医生的一些建议 可能医生的一些配方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往什么 自然荷尔蒙的疗法方面呢 去着手做一些调理 而不需要去弄到药物 那在动物性跟这个 动物性的这个荷尔蒙上面呢 嗯 这个是我个人是比较不鼓励的 因为首先 原料的来源跟加上呢 其实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依赖性 因为当我们今天用这种补充疗法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里面不是自己去制造的 而是外来给予的时候 那长期下去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有一种状况就会出现 就是它会仰赖 一直在仰赖外来的荷尔蒙让我们去运作 所以你会发现到有非常多的人使用 所谓的补充疗法的时候呢 一旦它停止不使用的时候呢 它老化的速度是会加快的 因为你原本可以制造荷尔蒙的 腺体就已经怎么样 代工了 变懒惰了 简单来讲 那至于说植物性荷尔蒙 植物性荷尔蒙呢 是这个比较补充疗法里面 当然它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是一样 因为它是补充疗法 所以你在没有知情的 知道自己的荷尔蒙的这个level的时候呢 请不要擅自去做植物性荷尔蒙补充 那我讲的植物性荷尔蒙不是你说的 吃一些这个什么黄豆啦 吃一些这个植物性这个所谓的那个 吃豆腐这些呢 不是你知道吗 那些还是属于是天然食材 我在讲的就是大豆一黄桶 举个例子大豆一黄桶 好那其实是有人把大豆就是这个大豆呢 做成一种保健品叫大豆一黄桶 OK那这一刻的话呢 各位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有腺体瘤的朋友 你有腺体瘤就是你的子宫卵巢 或乳房已经在讲长瘤的话呢 这个大豆一黄桶 所谓的这种植物性荷尔蒙 你不能去碰它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一个 预激活的速度变快的 好明白 所以我讲的植物性荷尔蒙是指这些 不是指我们所用的这一个食材 就是我们的天然食物 OK好 再来看 市场上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 产品剂的这些比较有注射性的 那一般上注射性都是药品 那药品包含了我们的一些的荷尔蒙的药 荷成的荷尔蒙药跟我们所谈到的一些 拆盘素可能它是会用注射性的 那这一个呢 那当然它快就直接送到我们的这个血管嘛 可是长期注射的话 人工荷尔蒙呢 会让我们的感染性荷尔蒙的 器官会变懒 所以它会降低我们自身产生荷尔蒙的能力 所以就让它这个产生的依赖性 那当然这方面的这种注射性的荷尔蒙 当然它也会比较昂贵 所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能够负担得到的 那外抹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会经过一个所谓的精疲吸收 皮肤的吸收 那刚才我谈到的自体荷尔蒙疗法呢 就是用这样的这个方式 精疲吸收的方式呢 去让我们刺激我们的身体的腺体呢 进行去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荷尔蒙 那这样子的用外抹的方式呢 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首先它的那个剂量它比较低 它一定减低了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一个 有一些的效应出现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不经过我们的肠到位 肠胃啊的这个的消化 所以呢 也不会造成我们的肝脏跟肾脏的负担 OK 当然它不像打成这样有一般的疼痛 OK 还有一个好处呢 外部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你可以增进了我们 其实人的一种触感什么触觉 我们讲的五觉里面我们有视觉听觉 嗅觉等等 那还有一个呢很重要是触觉 所以我们通过外抹的这个方式呢 可以了跟你自己的身体呢 产生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的触摸的一种互动 一种一种啟动 OK 那实用的话呢已经有讲到了 如果说今天是通过实用的话呢 是因为它的经过我们的肠胃消化系统来吸收 那大部分人目前的消化系统其实都不 比较弱 所以你在吸收的时候呢都无法真的就是通过吃的方式呢 让你100%的吸收到你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这三种不同的荷尔蒙的这个这个 在一个技型上的比较 好 我们提示时时刻刻自己的身体时时刻刻都会侦测我们是否是处在平衡 自己的身体的浓度 所以当我们的体内的荷尔蒙呢 过多过少的时候呢 它就会打出一些症状 给我们知道 它会提醒我们说 嘿你要注意咯 我们开始呢身体里面开始怎么样 我的荷尔蒙已经开始不平衡了 OK 那 当这个 这个荷尔蒙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一个刚才看到那个 就是go green OK 那体内的荷尔蒙必须是要维持在平衡状态 才不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机能 所以一旦有外来的荷尔蒙呢 它就会开始抑制体内内分泌的这一个正常应作 所以刚才如果今天我们可以选择自然的荷尔蒙方式的话呢 所以在动物性跟植物性跟荷尔蒙的话呢 都不是我的首选 在这个部分 OK 好 那我曾经在大家健康呢 也写过一个特别的专栏里面呢 有一份报导呢 也做了一个特别的那个 分析就是刚才谈到的 这些补充荷尔蒙的方法的好处跟风险 OK 里面我要带出一个观念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 荷尔蒙的这个调理 如果我们从身心的角度去看的话 身心健康的角度去看的话 不是补充的也多就是也好的 OK 它必须是要平衡 那要平衡的话呢 来自哪里的荷尔蒙是最好的 就是来自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才是最好的 外来源的荷尔蒙 它都有一定的所谓的负重用存在 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说 好 薛老师如果今天我真的要做好这个荷尔蒙平衡的话呢 我要怎么来选择适合我的自己的方式跟方法 OK 每一种荷尔蒙的疗法都有它的怎么样功效 都有它的效果 可是前提之下 我们各位一定要去评估 你所得到的所谓的效果跟风险 OK 哪一个哪一个值得你去探索 如果今天这个疗法它很有效果 可是它风险很高 OK 还是你要选择一个呢 它有效果 可是风险非常低 甚至是安全的 这个呢 其实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决定 可是这个呢 在我们选择之前呢 我有两个很重要的思维关键 我想把它带出来 也想分享给各位的朋友 因为这15年下来 嗯 其实已经迈入第16年的 这16年下来推广的自然荷尔蒙疗法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到呢 有很多人掉入了一个在荷尔蒙的迷思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 以为荷尔蒙补充的越多就越好 就是变成就是这样的使用了过多的一些荷尔蒙的这个药物 荷尔蒙的补充法的时候呢 造成了自己的荷尔蒙更严重 失调 所以有两个关键很重要 能够决定我们在选择上面的这一个正确性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刚刚已经谈到的 荷尔蒙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平衡 所以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什么呢 要知道我们的荷尔蒙是必须要平衡的 太多会有问题 太少了也会有问题 这个是第一个关键 那第二个呢 思维的关键呢 就是在这个图片里面各位看到的 是什么呢 就是要学会不把荷尔蒙四条看作是果 而要把它视为是银 怎么说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荷尔蒙呢 四条当着银来看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治标又治本的方法 OK 像你看这个树 这个树长满了果实 如果今天我们对这个果实长出的果实不满意 OK 那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果实不满意 你会你会把所有的专注点 你会把所有的这个心思呢 放在 OK 这个果子上面呢 就是这个水果上面呢 这个果实上面呢 还是你把你的关注 把你的这个心思呢 是放在让这一颗 这一个果实长出来的根本 就是它的根跟种子上面 这个思维要搞懂哦 如果今天你看我们一再的强调 把荷尔蒙四条当作果来看 你就会看到刚才我们荷尔蒙 我给各位看到那个荷尔蒙四条的症状多不多 非常非常多 OK 刚刚已经讲了 这年期都有50种不同以上的荷尔蒙的 这个所谓的症状会出现 OK 如果今天我们把荷尔蒙四条当作果来看待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的状况一定会出现 今天我的头痛不舒服 你可能就会吃了一些Panado 止痛药 那可能我发现到 我今天的这个这个 月经开始不准了 可能我就会摄取了一些所谓的病药之类的东西 那这么多的症状里面 这么多如果今天你真的身体里面出现了10种症状好吗 如果今天你把它当作果来看的话呢 你一定会采取的方式是怎么样 从果左手对不对 就是解决症状而已 可是我们应该要往前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这些症状产生 OK 那刚才讲的这些所谓的荷尔蒙四条症状 都是因为前面的起因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荷尔蒙的内分泌系统乱了嘛 OK 不正常的这个这个分泌了嘛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从源头给予方法 OK 从源头给予方法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你给予方法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自然而然的 你本来所想要解决的其中的一个症状 连同其他的症状都一定的改善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 刚才讲的自愈力已经被启动了 所以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用了什么样的思维习惯去思考 他就会决定了我们用了什么样的行动 因为思维习惯会影响行动 那你的行动呢就会决定了你的结果 如果今天我们是用一个 我去看待的话 其实这个是我人本身 以前呢就是把荷尔蒙失调是当做我来看待的 所以我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 其实我早在那个 13岁开始初进来潮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有严重荷尔蒙失调的问题 我月经是有面对非常严重的 我们叫做金钱症候群 所以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呢 我都饱受到金痛的问题 然后呢 乳房脏脏痛 然后整个的脾气很暴躁 不舒服 所以金痛到呢 影响了我自己的本身的正常生活 做这个生活 我本身至最高纪录呢 曾经一次是吞六颗半纳豆的 止痛药 来解决我的金痛的问题 所以这个所谓的金痛 那种对女性 这些困扰 其实我经历过 我很明白那种感受 是非常辛苦的 OK 那后来就是因为 月经金痛的问题呢 我就时常 我的思维 我就开始发出了一个意念 就跟老天祈求说 最好就不来给我月经 因为我不来月经的话呢 我就不会有金痛的问题嘛 那老天他收到了这个提 他就真的给我不来月经了 所以我可以是 本来女性应该是每个月要正常 正常排卵嘛 正常来月经 那后来后期呢 我就是 呃 一个月不来 两个月 就是五个月不来月经 OK 开始三个月不来月经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什么 就没有精痛的问题呀 就没有所谓 金钱症候群的问题 可是只要三个月不来月经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我开始就是身体的不舒服 又开始产生了 那必不对之下呢 就找了医生 那其实当时医生 其实就是有 给我吃了荷尔蒙药物 其实就是避孕药 来解决调整我的荷尔蒙 所以我是从13岁开始 就开始吃荷尔蒙 吃了多久 吃了将近快20年 直到我要怀我的第一胎 我的儿子的时候呢 我才平复了这一个荷尔蒙药物 OK 因为那时候呢 就是我的概念是因为 首先我对健康的保养 保健是没有概念的 呃 我是一个西医的一个崇尚者 就是会认为是说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反正所有有症状的问题 都能够送吃药来解决就好了嘛 OK 我干嘛要去注重养生 所以这是以前我的思维 所以我以前有这样的思维习惯 就变成我的行动 我的行动呢 我就采取了用怎么样 吃药的方式来解决我的荷尔蒙思想的问题 OK 那当然结果呢 是越来越严重了 严重到什么样程度呢 各位看一下 严重到 我胖到85公斤了 在我的身上呢 整整长了35公斤的肥肉 可以这么说 OK 那因为荷尔蒙思条呢 就让我真的完全打乱了我的人生节奏 OK 在35岁的时候呢 生了我的小孩 第三个小孩过后 我被医生诊断出 我有早发性更年期出现了 所以当时呢 其实我出现了所有更年期的症状 包含了潮红 道汗 这个心剂 然后躁育 还有就是性功能减退 因道干涉 我没有办法享受两性关系 所以都在那个时候呢 开始产生了 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打击 它比本来原本你说 不来月经 我吃了这个荷尔蒙药 就来月经 还要更痛苦 所以35岁的时候呢 一样我找了医生 医生做了一个详细的那个 咽血报告之后呢 发现我的荷尔蒙的指数 就是免性荷尔蒙的这个分泌指数呢 就是跟那个 更年期的症指数呢 是在那个level了 所以还有加上呢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压力啊 因为之前是资金经理嘛 工作压力的关系呢 造成了我的卵巢的功能 也提早老化 提早衰老 ok 所以当时 我问了医生一句话 我才35岁 医生更年级 不是发生在50岁吗 ok 各位 那是这个是16 这个是什么 10 算是17年前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还没有在研究 任何的这个荷尔蒙的 这个专业度的时候 那当然医生就告诉我说 嗯 是因为种种因素造成的 就是刚刚我所讲的那些荷尔蒙 这个造成的 造成了我的这个 hormone的level呢 是完完全全的 没有办法的 正常的这个分泌 所以我的 因为压力 我乱吃乱喝 我不做瘾道 我的肥胖等等呢 变成了我的内分泌系统 我的这个免疫系统 跟我的神经系统 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协调上来的 ok 那他医生当时告诉我是 要用荷尔蒙药物来解决 告诉我说我可能需要多吃一个15年 天啊 我心想说 完了 我已经吃了20年的荷尔蒙药 现在还要多一个15年 那我的人生当中 那那是不是35年都在跟荷尔蒙药物 为这个这个为朋友啊 然后当时 也因为 因为 医生告诉我要继续吃荷尔蒙药物的时候 我拒绝了医生给的一个建议 那当我对医生建议的 也没有再吃这个荷尔蒙药的时候呢 我的思维呢 马上有做了一个 意识上面的一个健康的打开吧 ok 让我去思考的一样问题 就是我现在有这些荷尔蒙失调的症状 如果我今天不从源头去着手 我不管不管在哪个年龄层 都一样会有不同荷尔蒙的 这个失调的症状会出现的 所以最后呢 我没有用西药的这个方式呢 我开始找了一位中医师 那中医师呢 嗯 经过中医师的这一个条理 他告诉了我一个方法 那叫做自体荷尔蒙疗法 当时呢 他就是介绍了我 告诉我EVA 自体荷尔蒙疗法 可以帮助我 用三个月的一个疗程呢 帮我去做好一个平衡 可是 我开始的时候 其实坦白说 也抱着是半信半疑了 因为当时我并没有任何的荷尔蒙的知识 然后只是说是 嗯 想到说是他是非常天然的 然后是没有添加任何的荷尔蒙成分在里面 那我就开始使用了 那在使用的三个月的疗程的过程里面呢 我没有想到意外的是 我严重的更年期所有的症状就在短短的三个月里面呢 完全的改善了 包含了我的体重呢 也开始一公斤一公斤的下降 到能够呢 这么简单的帮助我瘦身下来 OK 更更更 更赞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本来已经困扰我二十几年的这个就是什么 月经失调的问题 对吧 也改善了没有业精精通的问题 然后到现在 各位哈 15年过去了 是已经16年了 OK 应该是慢着2020年 16年过去了 我从2004年开始取用 一把自己荷尔蒙疗法 到现在每一个月呢 我还是怎么样 准准的来业精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金钱症候群的问题 那当然本来敢讲 在35岁一到的这个更年期症候群的问题 各位你看我现在的这个活力 我这个体力 魅力 应该是不简单年的 所以各位 你会发生就是说 朋友们哈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选对了一个方法 一个方式 它确实是有机会去让我们逆转 甚至是有机会让我们去 启动回我们的治愈能力 那这里呢 至于关于说 肢体荷尔蒙疗法 在那底下的话 它有一瓶 我们所讲的一个霜 很重要的一个神奇的霜 就是EVA EVA的这个 肢体荷尔蒙的这个霜 那到底EVA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去呢 我们会请Gavin 放一个短片给各位看 那大致上大概是5分钟的这个时间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EVA呢 它是在什么原理之下呢 制作出来的 好来Gavin 研究发现 人体内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自愈系统 使我们得以维持健康状态 免于来自外界的各种侵害 而丧失生命力 这个自愈系统的启动关键 源自于我们身体内的内分泌系统所操控 也就是所谓的荷尔蒙 何谓荷尔蒙 荷尔蒙是我们身体里面 各个器官之间的传导讯息的化学素 是由内分泌线所制造 藉由血液循环输送到身体各部分 以维持身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协调 例如甲状腺素 肾上腺素 可体松 磁激素 以及黄体激素等等 现代人高压且紧凑的生活 再加上长期无法维持健康生活习惯 导致很多人因为荷尔蒙的失衡而身心失调 各种症状 各种症状如三高 身体虚弱 性功能障碍 更年期症候群 造育症 精神问题等等 其实都与荷尔蒙失调有关 许多的人因为荷尔蒙失衡而选择吃荷尔蒙药物 或补充 或补充动植物荷尔蒙等等做法最终都会因为这些不是自身制造的激素而有可能导致激素过多或少或是激素错乱等等副作用的产生 那么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为您介绍荷尔蒙的调理圣品EvaCream根据自体荷尔蒙疗法的研究而诞生 EvaCream是由美国生物科技研发生产并原装进口 涂抹于全身任何部位好吸收不油腻轻松调理平衡自体的荷尔蒙 EvaCream的主要成分由 狸微草精华低温发酵萃取发挥天然活性提供身体转换为自体荷尔蒙的前驱物作为顶级原料 让我们的身体自行制造最适合自身的激素 调理生理机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葡萄籽萃取是最有效的消炎 抗氧化成分可以防止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 以及预防皮肤之老化及敏感发炎 翠月芦荟能够软化角质层 而大豆精油将低微草精华以及葡萄籽包围成微胶汁 融入角质层再带入微血管 经由血液循环改善全身机能 这些最佳的活性成分都包含在这一瓶EvaCream里头 它不含任何动物或是植物的荷尔蒙 纯天然不漂白不添加香精 经由SGS化验公司检测 不含270种常见的西药成分 符合美国FDA以及CGMP标准 Ivanca Halal以及我国卫生部批准的认证 让你用得更加安心 EvaCream透过皮肤吸收 能够快速的输送到全身 协助活性成分深入肌底 通筋活络放松紧绷的身躯 且润泽紧实全身肌肤 给予身体里里外外最佳的照顾 每一天涂抹EvaCream 能够有效的增强您的肌肉骨骼系统 促进代谢循环 提升免疫系统 强化消化系统 安定神经系统 顺畅呼吸系统 加强泌尿系统 以及平衡内分泌系统 全方位的照顾您的身心健康 您的心愿 在这个肢体荷尔蒙疗法里面的话 EVA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盛品 我个人使用 我个人还有我家人 已经使用了将近是16年的时间了 EVA Cream其实是这样 在市场上已经有将近 快要25年的历史了 1995年问世到现在 那也成就了这个 真的成千上万的一生朋友 通过简单的这样子的 肢体荷尔蒙疗法的方式 协助自己自身 跟自己家人的健康 那里面各位 我再做一个大概总结一下 那里面刚才那个影片里面 各位应该有听到一个 就是所谓的原料的提供 自行产生荷尔蒙 那其实EVA Cream它里面 是没有含任何添加 动物性植物性 甚至任何的什么样 荷尔荷尔蒙在里面 甚至所有的那个270种 70种的这个需要的减症 都不存在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就是一个原料的提供 所以你只要简单的 每一天涂抹EVA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 就会依据我们身体里面 所需要的去产生 目前我们身体里面 状况最需要的荷尔蒙 所以它达成了一个效果 就是什么 不会有过多的问题产生 而是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 荷尔蒙平衡 OK 那当你平衡的时候 身体里面的细胞就能够被活化的时候 治愈系统 刚才谈的 治愈力就能够被启动 提升强化到我们身体的大系统 所以包含了今天刚才讲的 除了平衡内分泌系统以外 所以当你抹EVA的时候 不是纯粹的只是帮助我们平衡内分泌系统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其他的七大系统的 都能够怎么样 更正常的更强化的去硬做 其实它是这样的原理 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新思维的健康观念 至于说原料的提供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是因为这边各位有看到一个面包 我们要制造面包的话 最主要它就是要需要什么的原料 它需要原料就是面粉 在经过酵母 然后去发酵 然后我们就可以制造成各种各样不同的面包了 那一样今天我们身体里面的 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荷尔蒙 可以经过Eva Cream的涂抹 提供我们荷尔蒙的原料 去转换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荷尔蒙 其实它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就变成你单纯的只是从一个原料的提供 然后就能够自然而转化出 我们所需要的各种类的重要在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样荷尔蒙的这一个提供 那25年下来马来西亚16年 成千上万的人都通过了这瓶圣品 改善了自己的健康 然后家人的健康 各位这边有看到 这些都是我认识的朋友 都是这些朋友 有些也成为我的好朋友了 然后一些客户 然后都是有不同背景 重点是什么 男性 你会看到有男性 女性 男女老幼 小孩 有这个阿姨 有公公 有婆婆 都在里面 那我也希望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能够带给各位呢 一个呢 对荷尔蒙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然后如果有机会呢 有这个缘分的话呢 请各位呢真的不要错过去多认识 Eva Cream 肢体荷尔蒙疗法 因为或许这个呢 是能够影响你自己 甚至能影响你身边的所有你爱的人的健康 跟这个幸福的 那我也相信呢 一定能够替自己做好最好的一个选择 影响我们下一个阶段呢 更加璀璨的这个黄金人生 守护好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家人 特别现在这个抗疫期间当中的时候呢 最有爱的行动呢就从现在开始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我会